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有人从底部开始往上去做拉伸的动作 多头不愿意放手 那多头不愿意放手 状态之下来讲的话 我跟大家讲过了 在这个高点跟这个低点里面做震荡 其实对多头都没有任何的败向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区间震荡里面 他可以自度的拉回修正整理 修正完以后再往上去做突破的工作 其实是也可以的 其实大盘来讲的话 其实这是足以多方的在控盘 他不想让他大跌 如果大跌的话 整个局面可能就会翻空而下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做空的话 股票你要去慎选 做多的话也要去慎选 这样子去各个多空去分明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的股票不会差距很多 那由于昨天人民币走扁的关系 扁值到六年新低 台币又也接续着更扁 那可能热钱会回游到美国去 又是一个讯息面 整个大趋势的方向性 那整个大趋势方向性的话 注意看台股有没有表现 如果未来台股连续的重挫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外质可能会有撤离的动作 从台积的股价你也看得出来 它可能会有大幅撤离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来讲 只要符合这个多头格局的话 基本上来讲 它还是属于比较混沌的行情 在里面做箱形的震荡 股计股市方面 昨天道雄下跌了200点 200点的话 还是符合我跟之前 跟大家分享过了18404 18404没有突破之前 多头就不会再突破 上面的一个箱顶价位 那跌破的话就比较危险性的 在这里做一个区间震荡 其实来讲没有很大的方向性 那未来可能在于美股 它的选举快结束的时候 可能就会表达一个方向性 它不是往上这个箱顶去 等着去突破 往下的时候自然而然 空方的趋势就会成型的 基本上来讲 这次高涨震荡的话 很多的 我想美股企业的话 基本上来讲 股价都很多创高了 其实有时候可能也是要获利了结了之后 不要预测的非常非常好 基本上来讲 它只要有突破往上涨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做多持续 如果它持续的破底的话 我们就知道是 它空方来明的 在上考重生史误方面来讲的话 可以大家分享过了 在一个大箱顶区间来讲的话 其实来讲 它上涨完以后 它就会有一个反弹格局 这符我对跟大家分享 它其实就是一个上面的上涨 然后下跌 作为一个震荡格局而已 其实大家股价来讲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难操作 它方向性其实都没有 其实来讲 它只有上涨下跌 上涨下跌 都是这种趋势来去分别就好了 没有一个很大的方向性 是往多方走 还是往空方走 基本上来讲 它现在就是属于一个盘整格局 那盘整格局的话 现在讲它要做多的话 它其实非常不容易 现在只是强反弹而已 反弹完后上去又下来 其实它突破这个高点的话 其实来讲 对多头是好事的 那拉回来的话 拉回来不破这个底点 或许要基本往上走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的操作来讲的话 会比较有一点复杂性 那回来台股说起 从台积电开始说 台积电昨天创造的最高价 191块钱 昨天盘整跟大家讲 他191块盘整的最高价 基本上来讲 台积电还没有任何的败向 如果想要做空的朋友 千万千万这时候 不要看它涨高的去放空 股票千万不要涨高去放空 股票应该看到它破底的时候 才去放空 所谓破底就是说 它跌破了关键性的价位 往下抵的时候才要去放空 不然的话 你涨高了去放空 你就是看它不满意 不高兴不开心 它时间往上去做涨身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还没有任何的 很大的败向之前 如果你没有买台积电的话 千万不要去放空中股票 中股票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它很容易外资 很容易往上去做一个 往生带动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来讲 其实来讲 做多股票 这种股票非常非常的明显 没有任何的很大的摆向 主要跟大家报告股票 散热魔属两只叫双红3324 这种涨身的过程之中 从低档开始涨涨涨涨涨 涨到120块左右以后 做第二个头 这边来讲话 这就是属于 或怀疑已经空头成型了 通常在高档的股票 做两个头 基本上来讲就是对他多头是不利的 也就是说多头不利 你只要能够在这时候放空往下跌的时候 就是你最大的获利机会 也就是说这种股票 如果你只有多单的话 它跌破了几线 你应该要卖出了 它跌破一两个低点以后 其实今天来讲话 属于他的多头要抵抗 也就是说他下跌过程之中 多头一定要抵抗一下 他才不会因为空方太盛 而直接往下去做带杀的动作 也就是说 在一个股票 在一个相应区间跌破以后 这种股票任何的反弹 都是一个空点 但是你必须要你的停损价位 设在这个地方 这个跳空缺口 只要不来回补的话 起码基本上讲 他就是会持续下跌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讲 在一个多头结束的时候 110块是他的最好的空点 在空完的时候 他下来就非常非常快 以后未来这种股票 只要能够有反弹的机会 反弹不够 不过高点110以上的话 都是口识票的空点 也就是说 在上涨的过程之中 你也不要看得非常非常好 在下跌过程中 你不要看得非常非常坏 基本上讲 他只要涨幅结束的时候 他就会有比较快速的下跌动作 不过这是属于第一波 通常第一波跌完的时候 他就会做震荡走势 而且非常非常久 再来做一个下刹的动作 刹动模組操纵也是一样的 623也是属于一个头丸以后 开始做第二个头 第三个头往下去做刹动作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边应该有小小的支撑 只要刹到这里的话 他一定会有个反弹的动作 可是这边不要以为 你放空一完以后 就不要理他 除非你做的是长趋势的空头走势 假设你是短线的话 他只要下跌完以后 有反弹的时候 不反刚你的空单 先行的回补 等到弹到一个高点 他又不再过高的时候 可以再继续往上空 这就是一个转折部分 跟大家讲一下 他弹完以后 他下跌完以后会有反弹 反弹以后不过高 再往下空 空完以后 这边一个红棒 其实过他的高点 就是将你的空单给回补 这样子的话 你一个区段 一个区段去操作的话 起码来讲 你的获利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不要每天看着 他直接下跌 会无精打产的 不用办法去操作 其实股票来讲 多跟空都可以 不需要一直想要做多 不需要一直想要做空 看到对的股票去做空 看到对的股票做多 其实来讲都可以的 主要应该包括 1190美容的KY 左登 基本上他是属于低档模式 没有错 低档模式状态之下 其实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持有种股卡的话 你要必须心理准备 遇到前波压力 一定要被拉回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定理 如果他遇到前波压力 没拉回的话 他就是要喷 喷出的话 直接往上去做代出 不过基本上来讲 只要这种低档股票 均线在这里汇集 要喷的机会不大 基本上来讲 就是属于涨多拉回来 往上涨的机会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属于跟大家报过的 228的建林 车用电子方面来讲的话 昨天盘中跟大家分享过 他属于空投股票 今年还是杀 这样子来讲的话 一下子就大概10%以上 听我节目非常非常 跟大家分享过 非常清楚 空投股票非常非常清楚 只要跌破一个区间 往下去缩杀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空投股票 基本上来讲 他跌到这边的话 应该有一个短线的一个低档 他要反弹的时候 反弹的时候 只要反弹完以后 不过这里的高点 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会做下杀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以后这种多投股票走完的时候 空的时候 就麻烦投资朋友 有机会就去做办公的动作 因为做多的话非常非常非常转 做空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你的获利也非常比较快一点 而且这一支也是一样 三五九列也是一样的意思 也是属于一个 多投走完的时候 跌破一个颈线 基本上来讲 他已经稍微走一个空投走势了 走一个空投走势的话 你只要压着这个跳空缺口 他只要不要来回补这个缺口的话 马上的他就有机会 今天做一个止跌动作 明天反弹完以后 不过这个高点 他还是有机会做下沙的动作 所以来讲的话 当你进场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说 你的听书点要设在哪个地方 这样子的话 你做多做空 其实多空介意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报告 谢谢大家收看 本公司已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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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